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在Spotify和First Story 推出订阅制的付费童话 不会影响免费童话的收听 而且内容也不会重复哦 好听的故事 就在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哈喽小朋友们 我是安妮塔老师 你们有没有什么烦恼呢 也许是烦恼考试考不好 也许是烦恼身高长不高 或是烦恼蛀牙让牙齿好痛 只要是人都会有烦恼 但是你们知道吗 居然连神仙也会有烦恼哦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故事 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 神仙夫人的烦恼 有一天 掌管天气的老神仙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办些事 三天之后才能回来 在这三天里 刮风下雨的事 要找谁来办呢 没办法 他只好找平常 不太管事的神仙夫人 老神仙说 老伴啊 这三天的事就交给你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胖嘟嘟的神仙夫人高兴地说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反正地上的人 无论求什么 我们答应他就是了 别放心去办事吧 于是 老神仙一走 神仙夫人立刻也架着一朵云出门了 他安安稳稳地坐在云上飘啊飘 心里想 平常嘛 都是我的老伴在外面掌管天气 让大家都知道他有本事 不知道我也是很厉害的 好不容易这几天 我也可以大显身手 帮帮大家的忙了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呢 于是 他拨开云 伸出头往下看 谁知道他刚把头伸下去 就听见一个粗哑的声音说 天上的神啊 赶快下雨吧 让我好重痘子 神仙夫人心想 下雨啊 那还不简单 看我的 他马上招招手 招来一堆又一堆的乌云 过了一会儿 就变成一粒粒黄豆大的雨点 哗啦哗啦地下起雨来 下面的农夫开心地又叫又跳 神仙夫人在天上看了 更是得意极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 哎怎么呀 我也很不错吧 你们要下雨 我就让他下一整天 神仙夫人越想越开心 觉得自己实在太能干了 他坐在白云上优雅地唱着歌 一路飘来飘去 眼看天快黑了 还舍不得让雨停下来 没想到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飘过一家庭院的上空 突然听到一个女子 哀声叹气地说 哎老天爷啊 快让雨停吧 再不放晴 我晒的稻米就要烂掉了 神仙夫人一听 吓了一跳 心想 哎呀糟了 我原本是想帮种田的忙 没想到去害到晒稻米的姑娘了 于是他赶紧把雨停了 可是这么一来 原本的高兴却没了 神仙夫人嘟起嘴巴 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天宫 第二天一大早 神仙夫人又出门去了 这次他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想 哎呀都怪我 太不小心 过着这里却忘了那里 今天啊 我一定要多留神 到处地照顾到才行 到时候地上就会晓得 原来天上还有一个既好心又能干的神仙夫人 神仙夫人这次不敢大意 她瞪大眼睛 全神贯注地往下仔细看着 果然过没多久 就听到海边的渔夫在祷告着 老天爷啊 刮起风吧 刮起雨我才能开船啊 神仙夫人一听便使劲地往地上猛吹一口气 果然大风马上呼呼地吹了起来 渔夫立刻仰起了风帆 开心地出海去了 没想到他回头一看 却发现山坡上有一个重水果的农夫 对着这阵强风骂个不停 老天爷啊 你为什么刮这么强的风啊 再不停下来 我的水果都要掉光了 神仙夫人说 糟糕 事情不妙 没想到 过到了渔夫却得罪了重水果的农夫 他看着果园里的水果不断地掉下来 于是赶紧把强风收了起来 果农虽然不骂了 海上的渔夫又开始叫苦连天 这怎么搞的 才刮起风又停了 看来今天没办法出海了 这下子神仙夫人慌了 他看见愁眉苦脸的渔夫 鼓起勇气吹起一阵大风 可是一转眼 又看到直跺脚的果农 又赶紧把风收了起来 他一会儿看看这里 一会儿看看那里 风也是吹一阵收一阵的 吹吹停停 折腾了老半天 神仙夫人已经忙得手忙脚乱 可是下面的渔夫和果农 还是骂个不停 神仙夫人懊恼极了 最后只好又疲倦又狼狈地回到了天宫 到了第三天 神仙夫人实在没办法了 正在犹豫要不要出门的时候 幸好老神仙赶回来了 神仙夫人一看到老神仙 就好像看到救星一样 赶紧把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老神仙仙一听哈哈大笑说 哎呀 这有什么困难的 来我告诉你 你只要把大风朝着河边吹 而小小的风往果树吹 雨呢 只要在夜里下 让植物生长 而白天就出太阳 让这些植物可以晒个够 这样不就什么都做好了吗 于是 平常不管事的神仙夫人佩服地说 哎呀 原来做事还有这么多的方法呢 都怪你 平常不交往 从此以后 神仙夫人就跟着老神仙一起出门 帮助老神仙一起掌管天气 各位小朋友们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有没有发现 原来厉害的神仙 也是会有烦恼的 所以 当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 可以多去寻求其他人的意见 这样才能帮助自己 找到解决烦恼的方法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